这个周末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个电影休闲一下 眼下由郑凯郭彩杰主演的电影《前任2》《备胎反击战》正在影院热映 那几位主创呢也是来到了我们新云乐在线的演播室 接受了我们的独家采访以及游戏互动 据说节目现场郑凯还放了个大招透露了婚讯 赶紧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前任2》的主演 以及我们的导演来到现场 来欢迎三位 就是今天我就是特别高兴 因为就是小鲜肉都来了 对就衬托了你 是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就不用往这边转了 首先来欢迎三位 那三位也跟《备胸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他说的鲜肉是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鲜肉 你们都不愿意就是称自己是鲜肉 还是你们很反感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意思是我们在妈妈面前就是我们都是鲜肉 妈妈谁是妈妈 是你是妈妈 是你们 对 对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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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怎么会就是这么荣幸呢 是这样的我们两位有两位是上海人对不对 我们用上海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鲜肉 有打个好 我自三K 我为了许罪的那个底音 前任2 对待反击战 为什么到天明的时候就卡住了呢 天明好像从来从来没有用上海话说 好像上海话一般都会加杂着普通话 但是你绝不觉得你自己说的上海话应该搭桑啊 是吗我觉得我说的很标准 很标准 对啊 那听传军说一下 传军说一下 哎哈喽 大家好 能不能紧张 哈喽都来了 今天是很久没有说上海话了 多久没说了 但是我们会比较关心今天你眼睛上这块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我眼睛有点发炎 然后我整个眼球是红的 所以不想把他喊得打 也是要就是要多加注意你的身体啊 感谢感谢感谢 好好注意休息 导演 天老师四川人 大家好 我是亲爱人而北台飞食者的导演铁玉生 上海的朋友你们好 欢迎天哪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玩一个游戏 也是和语言有关系的 这个游戏呢很简单 就是不管我们说什么 你们都要用当然了来开始 当然了游戏规则 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只能回答当然了 当问题够狠够辣够尖锐 对方听了之后没有办法把当然了说出口 那就表示赢了 听懂了吗 懂了可以啊 挺难的啊 那先从我开始吧 被拍反击战票房能过十亿 当然了 我觉得你能拿最佳男主演 当然了 我们一起去好莱坞好不好 当然了 就这么简单吗 一开始都不比较客气 对对 还要玩几圈的时候 对你的前任很帅吧 当然了 我的前任都很帅 不知道王传军的前任呢 当然了 哎呦 好像爆料了 对 他结婚了对吗 当然了 你婚礼的时候会邀请你的前女友吗 当然了 当然了 你是为了玩游戏豁出去了吗 还是真实的说法 挺帮忙的这个问题 真的 这衣服里面会邀请前女友吗 当然了 那会不会像就是我们 被拍艺一样有一桌呢 当然了 刚刚看了我们的棚房 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 通常这个时候主持人都会说 去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 而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要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刚刚正凯王传军 还有前任二的导演 在现场玩的都很嗨 那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 还有郭彩杰和张一新的加盟 不知道这没来的两位会爆出什么样的猛料呢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前任二剧组 据说郑凯跟郭彩杰是有吻戏的 有 拍吻戏的头一天晚上 找我喝酒来了 大家说探讨一下就是 就探讨一下 你说我本来只打算用两个机位 就把这个镜头解决了 他说不不不不 当然我觉得 你一定要再放六个机位 估计拍吻戏 就光吻那一下 估计会拍二十个 我当时不在现场 我很好奇 他是哪一种 他是使劲的那种 然后采截是 低着嘴 就一直帮 然后整个对手 没有 当然您那天喝多了 以上说的所有 都是你喝多以后的幻想 郑凯亲身经历的感受是怎样的 特地去洗了牙 真的假的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其实是专门吃了头大蒜 对对也没有 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比较敬业的一个演员 就是没有到洗牙那么夸张 我会自备一个漱口水 至于调数的多少 完全是有导演决定的 导演觉得没看过 他还要继续在 那事实上你们究竟拍了多少条呢 咱们得有八多条了 比他预计的还要多一次 没有 兄弟们 你自己多拍点就可以买的 这究竟是多少 估计是个谜 但是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去好好地回味一下 他们这个文 那其实还有一位啊 这个张艺兴是没有来到现场嘛 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 她的一些表现啊 我们从萤幕上了解 她还是蛮呆猛的 对对对 小鲜肉 尤其是参加了我们东方卫视 之前挑战 真的小鲜肉 真的小鲜肉 太鲜了 那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她可以打几分 99吧 99 那他们俩呢 他们俩 百分百 那还是一分 东西导演觉得 你跟他们还差一分 你要努力 小事 你真小事 一星呢 为什么差这一分 我要解释一下 解释 一星还是不太自信 在他们这种老戏骨面前 可以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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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感觉郑凯为了和小鲜肉较量 也是很拼的 你看他都抢了歌手张艺兴的饭碗 亲自演唱该片的主题曲来着 这不知道现场演唱和录音版本的差距有多大呢 你走好我心都空了 当回忆突然趁虚而来 我往哪里躲 是好听的 电影里面的範图更好听 因为今后录音跑 我们站着 你懂 你懂 修音是修了三天三夜才出来的 你走好我心都空了 那接下来 这个游戏呢 我觉得 要一讲歌好了 对 我们是一个唱歌接楼的游戏 我们是唱给前任的歌曲 那我们就从 就是唱歌最擅长的 传织 你要唱出这种规定情境 就是好比现在是 你们分手八周年之后 你前你有的生日那一天 你突然翻出了他的相片 要给他唱一首 政治化的那个 他说风雨 这点谁说 好下一个 叫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还是该勇敢要下来 这是备胎吧 这是给备胎的 你这个明显就是给备胎的歌 看来我内心 备胎 导演呢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 我就受不了 什么事都难不倒 一直到老 很高兴啊 三位来到现场 你看船军对吧 一只眼都在宣传 郑凯 把前任的故事都说出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走进电影院 来看我们的前任啊 谢谢 谢谢